脑梗后这三件事 千万注意不要再做 有脑梗偏瘫的朋友要注意这个视频 很多脑梗之后的患者 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变得非常的焦虑 脾气越来越大 这是因为他对脑梗呢 也并不了解 如果视频前的你和你的家人 有出现脑梗的情况 下面这三件事记着不要做 第一呢 过度的治疗并不可取 脑梗恢复不是使劲的补充营养 就可以改善的 他需要全方面的治疗 你哪缺什么就补什么 哪堵住了就要通这个梗 所以整体的治疗才是最重要的 在配合医生进行正规的治疗 合理的锻炼呀 理性的让身体慢慢的恢复 不可以盲目的过度治疗 第二呢 不要盲目的使用民间的偏发 脑梗的发生呢 不是身体单方面因素的一个原因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案 中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整体治疗 辩证论治 偏方治大病 有的偏方真的很好 但是你看到那个不一定完全适合你 那就麻烦了 第三 不要自己在网上乱搜乱查 网上的内容啊 有的时候有误导 很多容易加重脑梗患者的心理恐惧 甚至有些患者呢容易对号入座 越差越紧张 越差越害怕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也浩教授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多年 治疗过各种各样的脑梗后遗症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也有脑梗后遗症的困扰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跟我来说一说 我来帮你分析 我来帮你分析